这是个连仆人都可以随意使唤 小奶奶你会不会做饭 重做吧 只因她是替嫁的私生女 她每天照顾着全家人的起居 她却连吃饭都只能站住 连丈夫顾盛言也从不给她好脸色 成天只想着离婚 人还是要有点自信心 趁着把婚礼了 即使这样 她也深爱着丈夫不肯离婚 而丈夫心里一心只有女主的姐姐 女主在丈夫眼里 不过是一个使了阴州 代替姐姐嫁入豪门的新妻女 可怜的女主还有着先天性心脏病 这天女主心脏病发 小奶奶丈夫居然趁机要挟她离婚 想要药就给我离婚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就因为姐姐 你不配提眼儿 要不是你使劲 她现在早就是我的妻子了 给我签字 我绝对是不会签字的 我去没了 哎呀快更新啊 什么编剧啊 都什么年代了 还把女主写这么弱级 明天是姐姐被派的男主好不好 姐姐就会死啊 身上好痛啊 上奶奶她今天心脏病又犯了 怎么有人说话 又来了 家里进人了 都紧一点了 MH 不对啊 这包姐好像在哪见过 这女人还死厉害着呢 哟 醒了 这一个月病了七八四 弟妹可真会找来的 哼 天天在装病 别人以为我们顾家是多么欺负人呢 没用的东西 你还敢动我 给你的桿子 你上来就动手 你有病吧 你上来就动手 你有病吧 这个人员她疯了 少奶奶你怎么可以对夫人动手呢 少奶奶 我 哎呀 我们顾家造了什么孽呀 老天爷呀 快不是回房间 你这是吧 哎呀 顾家 顾家 这是这是 这 这不是那谁吗 我这是 穿 我一拳击冠军 居然穿成了若鸡女竹 不行 我都想不能回去啊 多么多的包包鞋子 这不就是鞋疼吗 哈哈哈哈 对哦 我可是豪门儿媳 哼 这一杯 我抱起来 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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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要 其他的 全部打包 我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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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在斯玛丽 I'm in a sweet spot 那个丝生女不做午饭又去哪儿了 不知道 一大早就出闻了 什么呀 这么吵 一直在叫 去把那个疯牙套给我叫出来 欢欢六号 少奶奶 夫人的电话 流金了 哎呀 不接不接 不计是夫人叫你回家做饭了 哎呀 你给他舔个外卖不就行了吗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口头 好 月头好 你们好 你们好 夫人 这是少奶奶给您点的外卖 少奶奶还说让你记得五线好评能够反信 再见了 弟弟们 木家少奶奶花边大料 这一次转翻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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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呀 少奶奶怎么才会来呀 你吵枯了你知不知道 炸 乌蛋呢 给我开放啊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上个把柴面的东西给我们护家丢脸 早知道当年就是干什么 这牌子也太好看了吧 这什么角度啊 这什么角度啊 哈哈哈哈 难怪一直怀不上我们固权的状态 看来 果然 是私生女才干出来的事啊 你这个败坏家中的东西 你快 蝙蝠身上插鸡毛 你们又算什么好鸟 啊 以为穿的光鲜亮丽 这谁想人了 嘿少奶奶 你怎么跟夫人说话呢 闭嘴 你个仗势欺人的东西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每天在夫人的下午茶里面固权 当然我没用 我没用 你你你你什么你啊 你是老吴佛 你都老了喝水有水 你心里没数啊 这你说呢 公司账户不乱七八糟 还有你 你再跟你老公跟公司负责乱搞那点破事 我全知道 你还让你小姑娘替你背锅 你还真是老母猪带胸罩 一套又一套啊 你 你个bad bitch 我要告诉我大哥 告告告告什么告 你个肚肉装洋育的东西 你的美国文凭全是你买来的 你在国外那点学费 你早让你花点酒就不玩了 你也怎么知道的 你的门品是买的 你 艾拉 啊 我现在跟我大作 你好意思 还好我看到前面的东西 老娘太贴眼了 啊 看 我的夫人 好像和遗亡不一样了 我老公特别电视上看到都帅多了 你干什么 你赶紧立刻马上 跟这个人一问 夫人 夫人今日开销很不小啊 不过别忘了 你花的是我顾家的钱 我劝你安分一点 哎 不是 不对啊 这男主这么讨厌女主 我哪想问问问她爱上的东西 谁倒是个好时机啊 这种时候就应该上演爱情戏嘛 可理论上我们刚认识 这合适吗 不然合适了 合法夫妻娃 哈哈哈哈 谁允许你开我的酒啊 你的房间在对面 啊 既然来了 那也别闲着 把字签了吧 条件尽管提 哼 什么龟毛人设啊 是个宝宗的电数离开协议书 二百万 房子也给你 够了 两百万 不够 那你自己填好 另外 岳家那边我就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哎 不是不是不是 你住的不跟我住一起 我无心繁殖啊 我现在多看你一眼 我都嫌恶心 千万赶快走 哎 我说你讨厌我不就是因为我姐姐吗 那岳岳一儿当年她就是不想嫁你 我才递嫁的 你懂不懂 你对她而言就是个废胎 那岳岳你懂吗 这套 你好傻啊 你被人当凯子 你还处处维护人家 你是不是傻啊 我闭嘴 你 没想到你这憋孙孩玩家 你包厉害 老娘这是看走眼了 你要离婚 老娘还不累呆了 你的钱 老娘一分钱也不要 什么不幸男 两百万万加一套房子给我 不要我是不是傻 我什么方 我能去哪 哎 一般这种剧都是有男二的 我让男二伤害变成男酒 它不香吗 哈哈 站住 啊 哦 这该不会就是我的男人吧 老大下令 今日陆雨晨必死 陆雨晨 这不是距离过这年的死队吗 那边 啊 原来打算放过你们 看来你们今天不走运 少废话 给我上 好家伙 终于有聚会打球了 来呀 你们要打 逼 喂 你们在打啊 走 不 哎呀 不用感谢物 哎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追赎报啊 喂 凤叔 来城北接我 我这见语为好不好 依你这种方式接近我的人 多了趣 胸口怎么这么疼 怎么 想装病额上我啊 喂 喂 来真的 她是不是装的 陆绍 从哪儿捡的试图上你了 好好好 这姑娘有先天性心脏病 身体非常缠络 心脏病 缠络 你没搞错吧 你再质疑我的专业 妈 好痛啊 这是哪儿 我家 行了就走吧 不送 不行 我身无分文 你爱上她感情 啊 等一下 我是因为就你才晕倒的 你不得对我负责 我就知道 想掉富二代 你找错人了吧 所以为了 我不想掉富二代 我就想掉你 干什么 这么激动你干什么 路上 我看要在你自己的雨上 正穿潼路上 就这天蜡穿潜 居列夜都不是太恰到 粤子 我都觉得那天不太胀 有什么时候 没有想到我 你这一刻 不能尽快 这件衣服很趁小姐你的身材呢 要不是陆上吩咐的紧 细节还可以再完善些 行了 你们先走 你们为什么 要给我订做这种衣服啊 晚上我有个酒会 我需要你做我的女伴 是你自己说要吊我的 我给你机会了 李洋陆上给他准备辆车 送他去国庆会所 喂喂 我的男女伴你不带我走啊 陆上有车从不打女人 请吧 月小姐 你不是那个医生吗 那个医生吗 月小姐 去送你到这了 哦 宝宝宝宝 当有钱人也太幸福了吧 顾沙爷也在 哼 他这找下架的速度比我还快啊 我先适陪一下 月小姐 你怎么在这啊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是我姐 姐 我最近过得可惨了 你给我点电话先画画吧 我去婚了我连家都不知道在哪儿 你 都离了婚了还追来这里 沈颜哥别生气 妹妹她应该就是想你了 毕竟她当年为了抵替我 费了不少心情 你还是个绿茶角色呢 我呸 你 这里是国金会所 不是你这阿妈阿狗能进的 再来走 小心我叫保安把你轰出去 哎 你以为我来找你的 我也有男伴的好不好 陆宇晨 陆宇晨知道吧 小姐 撒谎也要打草稿吧 哼 真是笑什么 没有什么笑 本来就是 妹妹 陆宇晨是从来不进女色的 往年这种宴会啊 她是从来不带女伴的 更何况 是你这种 离婚妇女 离婚妇女怎么了 老安 把她给我轰出去 哎 干嘛干嘛 我穿着裙子在 别比我动手 我看 谁敢动我的女人 真的是个少孩 这个是状态 这个是状态 真的带女伴了 顾太太 啊不 前顾太太 今晚确实是我的女伴 有意见吗 还是顾安当前妻呢 跟我来 是不是知道她是什么人 我当然知道啊 你的死对头吗 你能不能要点脸 拿着我的钱 捆你们月价 我才不要你的臭钱 我就是要铲着陆宇晨 气死你们这对狗 来 别别别 在我的地盘都少 不合适吗 宇晨哥 听说 二位就要结婚了 婚礼当天 陆某人 一定随分大了 失陪 哎 你戏不错嘛 要不要考虑下 假戏真宗哦 他还吃那么多人 想要我的命 你就不怕我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竟然还没有我大的 以后别照你啊 这酒货金大 少喝点 哎呀 我千辈不醉 喂 李扬 你干什么呢 你自己开始过去吧 喂 喂 喂 陆宇晨啊 陆宇晨 你这棵铁树 也该开花了 啊 你我每次都快 都是劈的 三小奇步 你是不是 啊 陆宇晨 啊 好想到你 这脸蛋 真均呢 哈哈 你这脸蛋 不知道可以接近我的女人 是什么下场 我活你什么下场 来 你圆宇晨一个 Go 哎呀 好痛 我去 这什么情况 陆宇晨 你 你这什么屁孩 我要不是绑着你 家都没拆 喝醉了就跟疯狗一样 你你 赶紧给我解开 我说你这人怎么一点 身世风度都没有啊 我劝你最好坐我一下 我又没做错事啊 我干嘛要躲啊 我陆宇晨要是被人知道 有女人在家过夜 我怕你活不过明天 夸张 宇晨哥 有事 宇晨哥 我来就是想问 你和月夜 你都要结婚了 还管这个 宇晨哥 我从小到大想嫁的人 只有你 只要你同意 我马上和故事言 取消我两句 你现在这么大的包 那凭什么月夜叉 那凭什么月夜叉 陆宇晨 陆宇晨你快点开门 知道你在家 你不用了 女人没本事开门是不是 快点开门 宇晨哥 别告诉她我在这 喂那里 陆宇晨 你敢拿我前妻 当你的女伴 你还是不是人啊你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你都二婚了 你还管这个 你的私生子还教育起我 不是 别忘了 我还是你大哥 你太刺激了吧 男主男二是亲兄弟 难怪那么前面 用我气质的狗男女 我就是要现在说 要不是爷爷护着 你早就沦落街头了 不行我的前妻和我的被婚妻 都带你家 陆宇晨哥 是她 是月也骗我来的 她想让你误会我和宇晨哥 这样你就能对她回心转意了 我说你还真是猪八戒耍把尸 倒打一旁 够了 都离了亏你还在这说 你有事冲我来 别钻紧你姐姐 我呸 她就是来勾引陆宇晨的 你头上顶着一片呼伦贝尔大草原 你知不知道 不是这样子的 是她和陆宇晨联手把我骗来的 是沈云哥 我好怕 不怕 有我在 陆宇晨 你说话 听我作证 月一二小姐 你看看你后面听话本身是谁 这画面 就让顾二少欣赏欣赏吧 宇晨哥 从就到那儿想家的人只有你 只有你同意 我马上和顾世言取消会议 沈云哥 你听我解释 你还解释什么 你一直以来都在骗我 我没有 沈云哥 沈云哥 你听我说 沈云哥 好 那就如你所愿 去销魂院 滚 我都跟你说了 你是个备胎 你还不信 月一 对不起 是我 你别靠近我啊 是你害我 没有关系 我跟你拼了 我跟你拼了 你愿意要的速度和力气 这一道不足以伤到要害 只要我帮陆宇晨挡下 他就会对我心怀愧疚 我再来个日久生气再来就妥了 沈云 我给你拼了 这 这也太疼了吧 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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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还好吗 你为什么帮我等到 我 我说过了 我喜欢你啊 我们才认识多久 你的喜欢 是真心的吗 当然是真心的了 我对你 一见钟情 天哪 这人心看更帅了 我都要当真了 陆绍 那个 那个陆绍 蔓蔓小姐回来了 真的吗 她人呢 在一楼客厅 你好好休息 别动 你还没回答我呢 什么女人让她笑得这么开心啊 我好想你 我去备车 等我下 你是 雨晨哥的客人 我 那个 你 你又是谁啊 我 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我们走吧 什么嘛 原来有女朋友了 小心头 陆上有车 从不打女人 我还是别缠着她了吧 可是心里怎么这么难受呢 既然男二上不了位 当男主 那 这就有没有什么 男色啊 玉妍 嗨 天福哥 你这几天去哪了 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 哎呀 你别管我 就看不惯你这 暮时律差的人事 只能在梦里牵你的手 看来 找了好几日的小女朋友 已经有人收留了呢 暗光出发 我流离的所有风雨 一切大步 往前走 在梦里牵你的楼前 就会把你带来 路牟府上的人 不劳固儿少来照顾我了 她什么时候是你的女人了 你再敢想她一下试试 我让你见到明天的太阳 哎呀你清点 你发什么疯啊 这就是你说的真心 你都有女朋友了 我的真心还重要吗 女朋友 对啊 就刚刚站你旁边的那个 你还让她坐你车 你都有女朋友了 你还打造什么单身人设 我呸 那是我妹妹 路漫了 啊 吃醋了 我 我没有 月夜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反正我对你 是真的了 月夜 你怎么了月夜 月夜 路上 片子出来了 太奇怪了 月夜小姐心脏症的急速过大 已经压迫到肺部了 她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手术呢 换你心脏就行了对不对 月夜小姐的时间 等不到新的心脏 以她现在状况 或许 只剩下一周了 路雨晨 我想出去偷偷气 好 路雨晨 我在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信吗 为什么说这个 我不会死 我会回到我自己的世界 所以 你别难过 好 好 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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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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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 你身上 我身上 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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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才认识多久 你的喜欢 是真心吗 是真心的吗 我路某府上的人 我劳故而少来照顾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 反正我对你是真的 我不会死 所以你别难过 所以 这只是我的一场梦 今日偶像明星吴振宇 硬拍夫人好转电视剧受伤 目前已送往事医院治疗 陆玉成 吴振宇的受伤不会是炒作吧 那可不一定 兴趣开播肯定要热度啊 他发团室装了吧 你先休息半个月吧 剧组那边我已经帮您安排好了 我等一下请媒体进来采访 谁 我 你还记得我吗 不认识啊 你谁啊 你怎么进来的 算了 你不是陆玉成 陆玉成 哦 你是我影迷吧 你这私生犯行为啊 略小姐 你再不走的话 我叫保安了 我 我现在就走 你这是私生犯行为啊 略小姐 不对啊 我刚刚好像没有说过我叫什么吧 两个世界的交界 你说我应该保持陆玉成的高楼人设 还是吴振宇的开楼人设 你好是喜欢我的人设就行 我感觉是什么 你慢慢的靠近 我扯宇的直言 我是想要的主意 我转移 你慢慢的靠近 你慢慢的靠近 告诉我 这是命中的注定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